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给大家带来一场段位赛 咱们的话 对面第一个是百豪刚手 这个忍者我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这个忍者我并没有 我第一个不熟悉他的技能 第二个他带这个霸体的话 这个忍者我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然后直接分身中了 但这一波我想 第三下我想走 然后对面一提升 我压个通灵 但是对面开了霸体 这一波对面也是放这个通灵 直接一个天照保护下自己 百豪刚手霸体百豪刚手太猛了 这个他直接冲过来 我拿他没有办法 而且这一波的话 我替身得小心 我替身替掉 然后往后走 这一波直接天照 中了 中了之后的话 我想放分身 对面的话 趁我这个瞬间替身替掉 这一波的话就没了 直接被对面抓到 百豪刚手霸体的话 我真的拿他没办法 这个忍者就是个盲 太凶了这个忍者 但是没关系 咱们这个198块的新春又来了 就不要怕他了 直接开局 直接一个 反向这个 我这个套 什么操作 哎呀 这个刚才有点操作赖 我想骗他替身 那对面不替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一波 想接过去接平 接不了 这一波 放一个乌鸦分身 保护下自己 不要慌 这一波呢 墙角里放一个天照分身 保护下自己 替不替 替不替 不替是 不替 我们这一波打5A 想骗他替身 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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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闪电电起来 替不替 这一波 哎呦我靠 对面替身之后 直接抓到了 这抓到的时候 还不能替身 这一波对面天照 中了我的天照 然后我绕一下 这波直接开大 但是呢 对面是开了个霸体 哎呦 但是没关系 还是被我们大招 大招给打中的 我们新春又的大招的范围 是比较广的 对面 开了霸体 虽然第一时间逃走了 但是第二时间还是打中了 那么对面 第二个的话 是满熟练度的死水 死水 带的是这个分杀阵 开局的话 我们直接预判 直接防反 哎呦 就是 就是这样子啊 对面像这个螺旋丸二段 是吧 好 等替身替完身 我们直接再回去啊 教科书版的操作 放个天照分身 直接中啊 好 这一波闪电先把它电起来 稳一点啊 然后的话 再接平了呀 好 这一波的话 咱们留一下这个 二技能 二技能 等对面替身的时候 我们来个防反 等他替身 我们直接防反 但是这时候对面学聪明了 他等我们防反结束 再放这个技能 但是的话 还是撞在我们这个乌鸦上面 这一波咱们躲一下 直接放个天照 没有中 没有关系啊 看一下对面的位置 好 闪电起手 这一波平A接上 好的啊 好 对面一替身 我们直接一个防反技能啊 对面又是 非常的单纯的小伙子 对面最后一个的话 是这个金角银角 这个忍者 陈老师我没有 所以说这个忍者的技能 我一点都不熟 怎么办 但是不要慌 开局的话 直接天照封身 跟他互换一波技能 好 但是咱们先起立 闪电先把他垫起来 这一波平A啊 等他替身 我想放防反 但是对面 这个是个抓取技能啊 把我的防反给破了 这一波对面操作也是失误了 你这个分盾吸哪边呢 这一波直接放个天照啊 好 这一波 先躲到角落里 我们瑟瑟发抖先 然后对面直接一个递走 这个递走 竟然还有那么大的一个Y 这我是没想到 我们直接一个扩鱼起手 A 让闪电顶一下 然后往外走啊 把他踢身骗出来 然后放个天照 对面直接是通灵起手 这一波怎么办呢 踢身成老师 踢身踢掉 这波对面还在发呆 这一波 打一波5A 这波5A 我不应该打 我应该打4A啊 有点操作失误了 这一波放个乌鸦分身 炸了一下 然后对面又是个递走 但是呢 程老师我倒地了 是不是 倒地之后 这一波咱们 哎呀 放个闪电 然后A两下 A第三下 对面一踢身 我们直接放通灵 好 直接开大游戏结束了 但是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没有打出最后的2A 但是还是我们一个 新春游的一个反三 那么新春游这个人 主要是他这个防反技能 特别强 好吧 我们这个视频做 这边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